舉辦共餐已經成了全民時尚運動 靜慈寺 崇恩文教基金會和土城明德里 青雲里 青山里等單位一起舉辦共餐 而且這一次的共餐是為了環保為前提 鼓勵大家享用蔬食 用飲食救地球 同時也藉由這個活動能夠讓老人家走出家門 和社區鄰居多互動 這兩天來跟各個里長的配合 我們在各個地方推動初一十五的銀华族的宿主共餐 也在各個里推動親主獨金 也包括四九成長營 我們的宗旨是要幫助每個社會 每個家庭 每個人們都更幸福美滿 要融入這個社會 迎合這麼一份社會 來做人性的進化 人格品德的教育 台灣是個友愛的社會 任何善心一舉活動都是以一胡百 熱情響應 新北市長朱立倫喊出長者共餐後 新北市各地熱烈響應 這一次結合推廣環保蔬食理念舉辦共餐 也可以讓阿公阿嬤吃到不一樣的蔬菜料理 讓共餐更有意義 感謝我們靜池市 籌建委員會的黃董事長 以及所有的團隊 他們今天那麼誠意的來邀請我們大家裡面 一起來共餐 今天最主要的共餐的目的 除了增進我們彼此間的潛感以外 他還一直提倡 不是吃素 是要我們吃蔬食 剛剛享用蔬食之後 感覺到非常好 我們老人共餐剛好也是要成立 他說來我們這邊來成立 我說那可以啊 很好啊 你看今天這麼熱蠟 我們非常感謝我們那個周董用心 感謝蘇雄蘇傑 他們都是用蔬食來分享我們的理念 我感覺這個共餐用蔬食的話是很好 我們會給老人家吃一些健康出來 世界的各大工業國家也是在鼓吹 我們減碳 減碳的目的 就是要讓地球能夠恢復這個健康 那因為地球健康以後呢 我想我們住在地球上的每一個人 都可以在一個很好的環境裡面 達到這個安積樂業的這個目標 所以我們帶他們來出事實以外呢 除了自己的健康以外呢 也可以盡一份自己個人的力量 讓地球更健康 讓我們住的環境更美麗 共餐菜色多兼顧環保概念 加上營養和美味 看得出來籌備共餐的主辦單位 有多用心推廣環保概念的餐點 再加上大家一起吃飯的和諧氣氛 讓共餐能夠留住野奶的心 讓我們的高齡社會更有愛 更能夠有滿滿的關懷和大家分享 數位天空新聞圖城報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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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